美债危机让美军高官都担心受怕 还把咱们中国都给牵扯上 这几天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 已经成了美国国内的头等大事 不光是总统拜登 还有像财政部长耶伦 国会各位领袖们都是费尽脑汁 现在连美军高官都给牵扯进来了 先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他对国会发出警告说 如果你们再不能解决债务危机 那将会危及到我们的军队 军人发不出工资了 武器装备都得不到维护 那可怕的是这会有利于中国 然后是美军的最高将领 参谋长联系会主席马格米利 他也跑到参议院的听众会上说 突破债务上限将严重损害美国的世界地位 并使得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受到质疑 随后马格米利就扯上中国了 他说中国现在公开表态说 把咱们描述为一个衰落的大国 债务危机只会强化这种想法 使中国人的胆子更大 增加美国的风险 上面说话的这两位 可是美国军队最高级杯的官员 他们的一言一心 都代表着美军的一个现状 一种心态 就像他们现在说的这番话 就体现出美国人 尤其是美军现在的几种心理状态 第一个叫担心 担心啥呢 一个字钱 五角大楼啊 之前申请的2024年国防会预算是8400多亿美元 到现在还没有着落呢 更可怕的是啊 现在美国正深陷债务危机 那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说法 美国的债务现在都已经逼近到31.4万亿美元的上限 债务违约很有可能在6月初就要发生了 那按这个意思的话 如果不赶紧想办法解决这事那美国政府到6月份就没钱了 政府没钱了 那你说这个军费还有着落吗 军人的工资不也发不出来了吗 那怎么保持美军的战斗力和战略威慑呢 所以啊马克林米利也说了 如果不能解决国防预算问题还有债务危机 不单是对我们军队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还是对我们士气的一个严重打击 如果长时间这么持续下去 那美国的军事霸却啊 那就别想保住了 第二个心态啊 那还是原汁原味的 就是伸手要钱 要军费 在要军费的问题上 美军的高官的套路啊 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就是拿咱中国说事 缺乏心意 不过呢 倒是屡试不爽 就说马克米利之前啊 其实时间也不久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当时马克米利说啊 中国的军事增长太快了 我们60%的军队 必须要时刻保持最高的战备状态 确保在一个月之内就能够部署到位 如果不增加军费 就不能保持这个状态 说白了就是中国的威胁太大 第三个心态呢 就是焦虑 对咱们中国的一种焦虑 之前啊 美国国防部联合了一家智库 做过一个关于台海的兵器退院 而且啊 那个军演里头啊 还开了挂了 允许美军使用一些还没有服役的武器装备 并且呢得到了很多国家的帮助 对咱们解放军啊 进行了一些装备方面的刻意的削弱 比如说不准使用东风系列的远程导弹啊 等等等等 即便是这样美军也仅仅是产胜 最近啊咱们解放军可以说是动作频频 在西太平洋地区接连举行演戏 期间呢咱们的航母跟美国的尼米兹号航母 相距仅仅300多公里进行相持 后来呢还一路逼近到距离 关岛500公里的距离下 那突破岛链和火箭军 海军航空兵协同演练 再由我们的中段反导试验再次成功等等等等 你说美军这些高官是不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啊 反观美军自己呢 现在的日子啊真的不太好过 我们就说一个问题吧 航母 美军现在航母明显不够用 目前啊在美国本土外 只有地中海的福特号航母 还有亚代地区的尼米兹号航母在那部署 而且尼米兹号都面临着快要退役的情况 而中东地区美国的第五舰队压根都没有航母了 只能派一艘核潜艇冲一冲门面 其他的航母呢